好,各位同学们,现在老师给你的是第15面到20面的答案 15到20面的完整的答案 OK,好,小数点这个会比较容易理解 比起分数来讲 就是Pachahan,Pachahan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它是大还是小 OK,有些人还是搞不明白 小数点呢跟普通的数目是类似的 老师这边再提 negative的数目越大,它的价值越小 OK,好,中间的这一个老师是教你用calculator解决,对吗 OK,然后步骤呢稍微写一写 然后calculator你就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OK,然后来到下面的两题应用题 我已经把第一句写给你了的 然后你只需要数一数 算一算,按一按calculator 你就会得到这一个的答案 OK,这是15面啊,我们进入16面 好,16面的答案 同学们,老师要你写步骤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希望你把步骤完整的写下来 OK,calculator呢是帮助我们快速的写步骤 快速的算出来 我就不用做很多这种类似的指示 对吗,OK 好,你改一改 错了的朋友们,错了的同学们 你错了啊,你要定正一下 OK,错了的 你重新检查每一句 跟老师的有什么不一样 老师的步骤呢,尽量是比较完整的 OK,如果你的步骤跟老师的没有不一样 表示说positive negative出现问题 再检查 OK,特别是你看这边 OK,括号里面必须要解决 每次要提醒自己 先乘除后加减,括号是老大 OK 如果题目没有特别的要求 你要放在分数还是小数 基本上都可以 OK,我也教大家按过了calculator 对吗,OK 不管在分数小数都很简单 calculator一律可以解决 OK 这边最主要要注意的是positive negative的问题 这答案哦 OK 只要你的positive negative搞清楚 没有乱 基本上答案不会错的 同学们 OK 然后这个hokom,hokom的老师是给了你的 对吧 OK 完整的答案给了你的 这个只需要再填一填嘛 对不对 我上个星期也稍微给了你的 然后到达了nombo nispa nombo nispa呢 我们还没有讲完的哦 nombo nispa 这一堆呢 还不是nombo nispa哦 这一堆我们是把它变成分数 perigutara bentuk perichahan in the form of fraction OK fraction就是perichahan 就是分数的意思啊 这个字得记起来 OK 然后我们来看看 what is nispa rational number OK 这一个不是nombo nispa 这一个也不是nombo nispa OK 你看啊 7除4 414 然后30.0嘛 对不对 4728 然后20 4520 1.75 它也不是nombo nispa OK 这边只有一个数目是nombo nispa 1.6咯 对不对 5分之3就0.6嘛 然后1.6咯 它也不是nombo nispa 我们来看9的 r 9 现在我要清楚的告诉你 什么是nombo nispa ok 9在下面嘛 对不对 0 0 然后r 92 18 r 92 18 所以这个啊 我写这边清楚一点啊 同学们 9 0 0 然后 加0咯 对不对 然后20 92 18 然后92 再继续加0咯 18 然后你会 如果你按calculator r除9 它会等于0点 r 你calculator多长 它的r就多长 这一种数目 我们称它为nombo nispa rational number 这一种数目 我们称它为 nombo nispa rational number 我再重申啊 这种会断的 1.75 1.75就没有了吗 对不对 没有任何余数了 只要我加0 我就可以解决了 它就不是nombo nispa 我按calculator的时候 我后面出去有很多 小时点过后面很多数目的 ok 比如说三分一 三分一就是nombo nispa colos ninth cer some 他会出现零点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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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的calculator多长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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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3多长 这一种我们称它为 nombo nispa rational number ok 所以这一题啊 我们在二十 jaw十面的 ok 老师叫你们做到二十面了 对不对 二十面的这一提 你看到说nombor nispa嘛 对不对 nombor nispa就是他罢了咯 因为11不是吗 1分之1等于0.5 0.75不是吗 他不是吗 我们来看59 5除以9 900 5 50咯 对不对 95 45 然后这50咯 95 45 然后继续50咯 他的答案出来会是 1.5555 你的calculator多长 他就是5多长 所以只有一个是nombor nispa 就是1又9分之5 OK 所以这一个呢 是上个星期我老师没有提到的 老师漏了的 OK 已漏了的部分 所以现在你必须要搞清楚 What is the rational number 或者说我们叫upper card itu nombor nispa 就是有数不完小数点 后面有数不完的数目的 OK 好 然后答案 因为他原本的题目是分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鼓励你放在分数咯 OK 好 下面的这一个 OK 最后答案拿这个 好 然后来到了这一题 我们讲的21题 同学们 OK 就是21面 不是21题 21面的最上面的那一题 苏乎阿娃 说到chamboran 要来15 chamboran itu 曳光 OK heated at the red OK 4又2分之1 degrees 就是10minit selama6minit OK 每一个minit呢 他会 加热 4又2分之1 OK 然后呢 kemudian chamboran itu cooler desejurkan pada kadar 每一分钟 他又被冷却了 3又3分之1 所以现在 最后 他停留在什么 束缚 OK 好 同学们 你看啊 他一开始是15 15咯 OK 加 因为他panas干嘛 越来越热 我们就加咯 4又2分之1 乘6咯 因为他加热了6分钟 然后每一分钟 是4又2分之1度 所以为什么 我用4又2分之1 乘6咯 然后再加 OK 把三个东西加起来 我就知道最后 我的度数停留在哪一个位置 因为他讲desejurkan嘛 所以desejurkan有个negative咯 desejurkan sirlama 5分钟 每一分钟 是3又3又3分之1被冷却 然后呢 总共冷却了5分钟 OK 然后我们处理咯 框号里面先处理咯 乘法里面 没有带分数的 所以换去加分数 2122 23693 27 然后这一边 没有的月减 OK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一边 42 42怎么来的 15加27 等于42咯 42再加这一个 42减 因为加减等于减 这边加减就等于减了 OK 减16又3分之2 然后41又3分之3 减16又3分之2 我相信这个step开始啊 基本上从这一个step开始 OK 这个step开始就是小学的 OK 你可以说老师 我小学数学本来就不好 那现在学咯 OK 你用calculator减一减 基本上是减到的 怎么按啊 OK 教你按一下啊 42 从这一句开始啊 42减 16 A B C嘛 是不是有一个 然后 A A B C 3 OK 等于 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了 OK 好 就这么简单啊 好 同学们 这一题应该难不倒大家 这一题呢 我们是属于考试题目 考试会出现在Bahagan C的题目 Bahagan C呢 通常是三分到四分题 OK 三到四分题啊 然后剩余的21面 下面的练习 请你完成它 OK 我们正式进入考卷 整份已经完整结束了 我们后面会有两份考卷 两份都是很好的考卷 OK 那我不会叫你们完成 两份考卷这么夸张啦 OK 我们21面正下去的 你完成它 同学们 同学们22面的啊 22面的最上面这个P来自哪里 来自前面的咯 你的P跟R找的对 你就把它代替进去 OK 3P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 三乘P咯 减5乘R咯 OK 所以如果现在前面的P OK 你就看它是多少咯 是多少咯 然后把它 这个的意思是这个的意思啊 它放在一起呢 就是代表说它是乘啦 OK 好 来到了C项 同学们 应用题嘛 对不对 Dalam serboa bakko bua bua han 3 per 5 dari pada 也要来 Manggis Selvenia 也要来 Jambu Batu OK 5分之3 是 3主 剩下的 剩下的 就是5分之2 5分之2 是 番石流 几个 1 per 3 dari pada Manggis 3分之1 或者是18例 就是5分之3的 3分之1 5分之3里面的 18例 是坏的 那请问 Jambu Batu 总共有几例 诶 这样我们就要找出 5分之3的 3分之1 是多少咯 3分之1 就等于 18嘛 对不对 OK 好 我们来看看啊 所以到底 5分之3的 3分之1 是多少 同学们 你看好啊 如果现在我把它 变成了 Number啊 你可能会更理解 一点的 打个比喻 我现在有30 零级 我拿了 3分之1 来买书 请问我拿了 3分之1 是多少 我要怎么算呢 我就用3分之1 我就用3分之1 坏了 那3分之1 到底是多少咯 我要怎么算呢 3分之1 乘于 5分之3咯 OK 割掉 割掉 割掉割掉就没有了啊 就剩下5分之1咯 所以表示说 多少分之多少分等于18例 5分之1等于18 BG OK 这样 现在 5分之2 5分之1等于18吗 5分之2等于多少 等于18 乘 2咯 等于36 好同学们 应用题是这样子解决的 OK 所以你看啊 你要很清醒的 为什么3分之1 要乘5分之3咯 那我问回你咯 20零级的3分之1 是多少 我就为什么要拿来存咯 现在说5分之3的3分之1 是多少 同样的原理来的吗 我希望你get到这一个哦 这一个你要很清醒 因为这一个类型的题目 是不断不断又不断的 出现在考试的 OK 所以22面的你也完成它 我们现在来到23面的C项 凡是应用题呢 老师会稍微跟你解释一下题目 同学们 解释一下题目啊 Divergen Divergen menggombol menggombol guli daripada 4 orang murid yang mempunyai 20 biji guli OK 4 student each student have 27 marbles selepas 52 biji guli ditambat after 52 marbles were add to the collected marbles 然后 guli de sebut dibahagi kepada 5 dibahagi 就是平均分 给5个人 然后呢 tulis pernyataan di atas dalam ayat matematik OK 他要你写 写成 ayat matematik 什么东西 叫ayat matematik OK 现在 他要找的是 bilangan guli 对不对 OK bilangan 现在第一个部分啊 bilangan guli 或者是我们如果你用英文的话 OK 我们就讲 我们要找的是 你看上面他有写的 OK the number of marbles OK 或者啊 等于 怎么样找出来的呢 他说他从四个同学 每一位同学有27例 然后呢 他总数呢 又再加52例 平均又分给五个人 所以四位同学 每位同学有27例 然后再加52例进去 平均分给几个人 分给五个人 同学们 这一个东西 我们叫 这一个东西啊 这一个叫做 ayat matematik mathematical sentence ayat matematik 就是数学来的啦 数学的横式 我们称它为 ayat mathematik 或者是我们英文叫 mathematical OK mathematical sentence OK 然后 然后 然后你 b第2个部分 b第2个部分 你才把这一个找出来 你就会找到你的最后的答案了 OK 同学们 我要你搞清楚的一点 a的部分不要找任何答案 如果你一写答案 a就完全没有分了 OK 因为他要的是 mathematical sentence 对不对 mathematical sentence 他要的是 ayat mathematic 请把这两个字 highlight起来 OK OK 就我要的是句子罢了 我没有要答案啊 b像 他一定问你的咯 b la pka bji b la ghan guli yang di terima ole setiak murray OK 我们才来算他的 数目 OK 好 同学们 你们的练习啊 完成到24面 OK 21面到24面 把它完成 这是其中一本书 我们搞定了的 那后面的部分 是另外一本书的 OK 所以21到24 请你完整的完成它 然后下一堂课 我会讨论 特别是24面的 三题应用题 我完全没有跟你讨论 因为我要testing一下 到底多少个巴仙的 同学们 多少巴仙的同学们 能够完成 这一个应用题 因为应用题 在在pt3考试 是非常重要 占的分数是非常高的 OK 所以21面到24面 请你好好的完成 OK 谢谢你们